睡前做運動 為什麼可以讓我們睡得更好咧 瑜伽它是透過呼吸去調整你的節奏 那我們透過這些動作 然後跟調整呼吸 它會有一個比較平靜的心情 然後同時身體伸展 然後血液循環也比較好 它就會更容易有舒眠的效果 這個動作是排氣式 之所以叫排氣式 就是有些人在這個動作 一進入就會想要放屁 所以可以按摩腸胃囉 那像有些人可能就是便祕 或者肚子不舒服 其實做這個都有幫助 所以如果睡前可以做 早上也可以做嗎 沒錯 早上也可以進行這個練習 歡迎來到如果已經知道 高年級生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我今天要來解決大家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睡不好睡不好睡不好的問題 對於高年級生來說 很傷腦筋 睡不好 精神不好 血壓飆高 隔天頭痛 精神不好 很多原本的慢性病 可能就更來攪局了 可是我們今天有好方法 要告訴大家凱雲請到的是 瑜伽的Catie老師 哈囉大家好 好 那高年級生睡覺的問題 八成 百分之八十都跟他原本身體的疾病有關 有人是胃食道逆流啦 有人是腰痠背痛 那還有一些男生可能是攝護腺肥大等等 所以很容易睡不好 Catie老師你說睡前做運動可以有幫助 睡前做運動 為什麼可以讓我們睡得更好呢 因為其實在瑜伽他是透過呼吸去調整你的節奏 那所以像有些他可能會是因為比較緊張啊 然後或者是說他的身體比較緊繃 他會比較容易睡不好 那我們透過這些動作 然後跟調整呼吸 他會有一個比較平靜的心情 然後同時身體伸展 然後血液循環也比較好 他就會更容易有舒眠的效果 而且據說我們在睡前做這樣的運動 除了放鬆讓你快速進入睡眠之外 我們身體的代謝也會持續 代謝會比較好對不對 沒錯沒錯 好 趕快來教大家 Catie大家都覺得說 好多辛苦點喉喉 這樣有辦法做瑜伽嗎 真的有辦法做完之後放鬆睡覺 沒問題 因為而且我們今天動作非常簡單 我們總共只有三個動作 所以非常容易大家記憶 那所以我們是坐在床上坐 還是大家要像我們一樣準備瑜伽墊呢 基本上在地板上會比較好 因為就是他會有一個力量 去跟你做一個互相抵抗 你比較能夠感覺到你的伸展 那如果在床上的話會比較軟 所以你就會有種塌陷下去的感覺 沒有伸展到蓋伸展部了 好 所以記得喔 最好是放這個瑜伽墊 在地板上來做才是比較安全的 來 開始教我們吧 好 那我們先輕鬆的躺在你的瑜伽墊上 大家慢慢往後 好 然後先彎曲兩邊的膝蓋踩滿地板 好 讓你的手握在你的大腿後方 我們先抱右腳進來 好 先把下背貼緊之後 我們慢慢把右腳跟往天花板踢 好 感覺一下右腿後側的伸展 好 如果覺得還可以的人 把你的手移動到小腿或者是腳踝 再抱自己的胸口更多 我覺得這個太緊了 平常腳的筋太緊了 但沒有關係跟凱雲一樣就好了 這樣子抱著 如果你越來越進步就可以 像老師一樣 越來越往上 老師你可以 哇塞 你快要到腳踝了耶 對 可以往上再抱 然後如果覺得還更進階的一些朋友 你可以再把左腳伸直 就會感覺更多 有耶 就會再更緊一點 好 然後我們右腳結束以後 我們可以慢慢的放回到地板 然後再次把膝蓋彎曲 我們換邊 好 準備把左大腿抱進來 好 先把背壓緊肩膀放鬆 再把左腳跟往上踢 好 試試看 可以的人把你的手往上移動 哇 這樣要停留多久啊 其實大概就是3到5個呼吸 用自己的速度 那還可以的人就把右腳伸直 哦 深呼吸嗎 對 深呼吸 然後保持呼吸順暢 好 盡可能感覺你每一次吐氣 都可以再更放鬆 你就腿就可以再往內抱更多 好 選擇自己可以的停留 對啊 老師 像我大概練多久 可以比較好一點 通常就是每天花一點時間練 你一定會看得到自己的進步 那如果不行 你就保持膝蓋彎曲 然後手抱在大腿就好 那甚至有些人 他可能沒辦法把腳推直 你彎曲一點點膝蓋 也可以感覺到伸展 哦 好 以自己可以的程度為主 嗯 伸展腳後側 對 我們慢慢放鬆回來 好 那這個第一個動作就結束 我們準備進入第二個動作 他會比較針對大腿跟屁股外側 好 我們現在翹一個二郎腿 右腳翹在左腳上 好 手穿過去抱住你的大腿 或者是抱你的左膝蓋 好 所以右手會在兩個腿的中間 左手會從外側抱這樣比較順 好 先把背黏緊以後 吐氣慢慢把小腿靠往自己的胸口 好 應該在這邊就會感覺到 然後右邊的屁股更寬 對 這一個地方 對 沒錯 是緊緊的 很痠 好 然後甚至如果你平常就是 一直覺得你的下半身很緊繃的人 應該在這個位置 你沒有辦法抱那麼近來沒關係 選擇你自己可以的高度就好了 嗯哼 好 那我們結束右邊以後 我們換左邊 輕輕鬆開 好 左腳翹在右腳上 好 手穿過去 然後把你的手抱在大腿上 好 或者是抱在膝蓋 然後我們盡量把肩膀放鬆 然後再慢慢把你的腳抱進來 好 平常有在散步啊 或者是早上會去走走路滿菜的 也非常適合這個動作 哦 它可以讓我們勞累了一天 走了一天之後 腿比較放鬆是不是 沒錯 好 我們輕輕鬆開 好 把腳伸直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會做腰部的伸展 好像滿多人都會覺得腰背很緊 對 對 那如果手邊有抱枕 我們可以準備一顆抱枕 我們先把抱枕擺在你的左邊 OK 擺在左邊 好 抱右邊的膝蓋 抱 好 盡量把大腿靠向自己的肚子 然後感覺下背往地板黏緊 嗯哼 好 這個動作是排氣式 然後之所以叫排氣式 就是有些人在這個動作 一進入就會想要放屁 哈哈哈哈 真的 非常重要 所以可以按摩腸位囉 對 可以按摩腸位 對 那像有些人可能就是便利啊 或者是就是肚子不舒服 其實做這個都有幫助 欸 那可以老師 所以如果睡前可以做 早上起來啊 大家總覺得說 欸 要趕快把身體這個便面 黃金先生送走排順暢 早上也可以做嗎 沒錯 早上也可以進行這個練習 嗯哼 好 那我們停留一陣子以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進入扭轉了 我們把右腳放在左邊的抱枕上 放在左邊的抱枕上 好 那就調整一下你的抱枕位置 讓你的腿是完全被支撐到 然後我們接著打開右手 然後把右邊的肩膀黏緊地板 所以如果你的右肩浮起來的話 你就把腳稍微抬高一點點 然後再把抱枕往內 嗯哼 好 右邊肩膀盡量黏緊 才會感覺到下背跟腰的伸展 哇 整個感覺全部都扭轉了 像你毛巾一樣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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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是往左 手跟頭是往右對不對 對 對 頭會往右 嗯 好 我們停留幾個呼吸之後 就可以慢慢帶回來 準備換邊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躺著 把你的抱枕從左邊拿到右邊來 好 換左腳抱向你自己的肚子 好 一樣讓大腿 盡可能靠近你的肚子 然後背黏緊 好 進入排氣勢 好 那我們接著吐氣 把腳放到右邊 然後用抱枕支撐 然後我們打開左手 好 適合把你的頭轉向你的左邊 肩膀黏緊 像這個時候我們右手要去壓右邊的膝蓋嗎 如果你的膝蓋會一直飄起來 用右手固定住會比較好 那如果不會的話 其實你要輕鬆的在這裡也可以 嗯哼 好 然後想要加身的話 你可以用右手幫忙 把你的腳再往你的胸口提多一些些 大腿往胸口 對 越往胸 你會覺得你的腰背有更多伸展 嗯哼 好 那我們結束之後 一樣慢慢帶回來 好 我們起身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可以從側邊側躺 嗯 然後再慢慢把自己推起來 會比較安全 嗯 對 嗯 好 以免呢 大家在起身的過程當中 欸 一個不小心 閃到腰了 呵呵呵 你說的 ob 87 小博雲 啊 嗯 是的 可是 小博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会让你一夜好眠 很快地进入睡眠 而且在睡觉当中 你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 隔天起来凉凉血压 凉凉血糖 说不定你都会发现 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 血压降了血糖也降咯 我们谢谢KT老师 谢谢凯云 谢谢大家 如果您知道 高年级生的大小事问凯云就知道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扫铃铛 而且也可以按下底下的超级感谢 来表达对我们的支持